內別的使用我們這邊有舉個例子 另外9-1-2 就是說在這個payment 就付款方式裡面 那我們有一個內存類別 是一個叫car 就是用信用卡付費 那信用卡付費的話 裡面的話有個type跟number 那type部分的話是卡別 哪一種卡 然後number的話裡面是記錄卡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存取的話 比如說裡面最後有個print card 就把最後的裡面包含就是說它的那個 它的編號跟它的金額 還有type跟number 那這個 它的編號部分的話呢 是放在外層的 然後account的話是金額也是放在外層 內層的部分只有記錄什麼 它的哪一種卡 比如說是master card還是visa的 然後它卡號是多少 所以這裡面的話 我們內層的類別是 大概是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裡面呢 我們沒有給它一個 因為不需要 我們是要從主類別裡面去直接存取它 所以這裡面的話 裡面沒有建構值 沒有建構值 可是如果沒有建構值 我要怎麼存取它呢 前一題是有建構值嘛 建構值可以直接從外層 在new它的時候呢 直接傳遞參數過來 如果沒有 我